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我会提醒大家 脊椎侧弯的矫正其实是一辈子的事情 大家常常会问说 我矫正什么时候会好 可以好到什么程度 身体是要用一辈子的 脊椎是要用一辈子的 你怎么用它 它就怎么对你 侧弯的人会发现到 怎么他跟同年龄的人相比 他的症状来得特别的早 之前有个男生 他才20出头岁 他说他每次一搬东西的时候 他的腰就很不舒服 他比他同年龄的人 或是一起搬的人 痛的时间加长 而且痛的感觉严重 大家这是一个提醒他的讯号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学会了侧弯的矫正之后 你要开始让这件事情 脊椎侧弯的矫正 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 平常的知识跟习惯 就要开始来维持 你往后的脊椎 这就可以让你使用得更好 其实大家常常为了追求 抬头挺胸这件事情 而反而让胸过度的挺 你要挺的其实是你的腰 因为我们如果从侧边来看 腰椎的曲线是往前的 但是以胸椎来看 胸椎的身体曲线 其实是往后的 大家为了要挺胸这件事情 而让胸椎过直 让你的背过度的往后夹 活背这件事情 并不是单纯的挺胸 而是应该要收你的肩膀 带你的肩胛骨 把它复位 因为你过度的挺胸 你反而会让你的颈椎 想要往前 那这样子颈椎的曲线 反而变成过直 那现在大家一直低头 一直低头 脖子就直了 直了之后 你的又想要过度的挺胸 结果脖子反而更直 这反而是不好的 不肥肉霜 我们不肥肉霜 这就不肥肉霜 你不会有确切点 的肥肉霜 你不会有伸出 倒不肥肉霜 伸出 他们不肥肉霜 伸出 都不肥肉霜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